台中去年四方客運停駛後不到半年又傳出另一家要停駛 這一次海基欠薪資跟資遣費高達600多萬元 被點名的結順交通 業者在1月15號跟司機們達成協議 年後分期付資遣費 沒有想到年財剛剛過完 第一期資遣費就疑似跳票了 司機很無奈的說 過年最怕遇到小朋友跟他們要紅包 因為根本沒有錢可以包 過年的時候最怕的就是家裡的小孩子 跟我們說恭喜發財 我們很怕說紅包拿來 因為沒有錢可以包紅包 未未說說過完年結順交通公司駕駛 遭公司機欠資遣費萬般無奈 早上議員開記者會稱情 根據瞭解這家結順交通公司機欠 三十九位司機 薪資加資遣費將近六百多萬 最不幸的是我們的駕駛朋友 沒有收到他們該得的薪資跟保障 才剛過完年就馬上收到說跳票 去年十二月十九勞資協商時 公司說今年二月十四日開始分期給付 結果第一期就領不到 駕駛們只能暫時兼差跑外送 交通局表示結順交通公司目前七條公車路線 兩條停駛 另外五條協商其他客運業者待駛 勞資雙方預計二十三日下午再次協商 記者蔡正順寧英駐SNG小組報道